我覺得很簡單嘛 就是我覺得死刑並不能夠讓台灣社會變得更好 我叫林欣怡 然後我現在是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執行長 我們跟大部分還支持死刑的人 某種程度有一個共同點是 我們都害怕 我們當然都希望這個社會更好 我們都害怕成為被害者 大家都一樣 那只是我們覺得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解決的方式是不同的 以前可能一個凶杉案件 它可能在台灣 我們只有三台的時候 可能也只有早中晚三次的新聞 可是現在人家就說 你可能一個案子 你可能就一天出現24次 一再一再的那個報道 所以你會覺得說好像台灣 自然很糟糕 刑事兇殺案件好像很多 可是如果你去看數字的話 台灣的犯罪率並沒有增加 尤其是這種重大刑案 兇殺案的犯罪率 事實上是並沒有增加的 並沒有因為停止死刑執行 或者怎麼樣而立即的得到增加 那你可以從一些其他國家的例子 你也可以發現說 很多廢除死刑的國家 在之後它反而犯罪率是下降的 可是當然我要講說 犯罪率並不僅僅只跟死刑存廢有關係 它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我們剛才講的教育、社會安全 它都會跟犯罪率有相關 如果我們現在馬上廢除死刑的話 如果啦 我假設我們的刑罰制度不會崩潰啊 因為它一樣還是有警察 還是有檢察官 還是有法官 還是有無期徒刑 還是有 就是我例如說 即便我們現在立即廢除死刑 我們的監獄還是存在 這些人還是不會被放出來 它沒有立即的所謂的這個危險性 尤其是大家都在報導那個 那個案件的可怕性 殘忍性 可是比較少去報導說 或是去探討說 那它背後的成因是什麼 犯罪預防的成因 犯罪預防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一再地講 就是說看樣子我們目前討論很多 可是我們接收到的訊息 跟知道的訊息 並不充足 因為你一直重複接收到同一種訊息 可是其他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並沒有好好的被呈現出來 所以他們花很少時間在討論制度的問題 那甚至也開始出現了很多的仇恨的言論 那個言論是打電話來說 那個你小心一點 罵你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打電話來說 我在電視上看到你 我知道你們在哪裡 我要強暴你然後殺了你 或者是那個信 那個抗議的信 它是直接 它不是郵寄來的 它是直接遞到你的信箱當中 就是表示說 它就已經跑到你辦公室的樓下 把這個信遞進去了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對於這樣的事情 你有什麼反應 我真的還是相信 台灣只有一小部分人 因為我覺得人的那種 就 人的那種 我覺得人都是這樣 做壞事的時候 或罵人的時候 如果有別人跟你一起罵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 講一些更狠的話 可是如果只有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能是不願意這樣的 可是在媒體 或者整個社會 就在媒體上面塑造出這種氣氛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人 他只是 我覺得他並不是那麼的真心 要講這樣的話 他只是覺得說 好像大家講這樣的話 也不會被罵 然後大家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講一些像這樣的話 甚至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在評論的時候 就會講說 就是有天生的壞胚子 或者是更極端一點 就會覺得說 怎麼樣的人 都應該要被殺到 我很擔心這樣的發展 所以為什麼我會講說 聽思執行執行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就是讓社會有個空間 有個時間去理性的探討 而不是一旦執行之後 你開始又有那樣的一個氣氛出來 然後你沒有辦法好好的想台灣 或是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配套措施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對 那個 那位老師 他跟我的 我跟他事實上有蠻長時間的接觸 然後包括因為他比較能夠表達他自己的想法 比較清楚 所以他能夠寫信 對於 因為他犯了錯 他表示抱歉 可是這個錯是他沒有辦法彌補的 不管如何 殺了他也沒辦法彌補 可是他並沒有說 你不要執行我 如果國家真的要執行他的話 他沒有什麼怨言 他願意接受 可是他也說 殺了他 真的就能夠改變什麼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真的很希望 比如說 他可以在看守所裡面工作 不過因為目前死刑犯是在看守所裡面 是不能工作的 可是他說 如果真的以後 比如說是無期徒刑 他願意接受 因為他可以在裡面工作 他可以回饋社會一點點 或者回饋被害人一點點 雖然可能只是金錢上面的那個補償 那他也講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個例子是 他覺得說 我們可能從外面找很多的 所謂的教誨師來裡面 跟那些犯罪的人說 你們不要做錯事情 或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那個最好的例子 他可以告訴他們 我為什麼做錯事情 然後我做錯事情 結果我的下場就是被判死刑 或者被判 就是被判死刑 那他覺得他才是真正一個很好的例子 去讓那些可能 目前並不是犯很嚴重的犯罪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的犯罪 告訴他們說到底是哪裡做錯了 我覺得有些人為什麼會改變他們想法 覺得說好他們應該要再試試看 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家人 因為在台灣或者在華人社會 有一種觀念是不能讓白髮人送黑髮人 就是讓你的爸爸媽媽看著你死掉 很多人講說王清風什麼事情都沒做 我必須要幫他做一點點平反 他在2008年上台之後 我覺得他做了比較多是 預政改革的事情 譬如說他讓矯正司變成矯正署 所以他有比較多的人力 不是把這些人關進去就好 重點是要改變他們 教化他們 讓監獄真正有功能 那至少他往這個方向努力 雖然目前還沒有看到成果 可是他往這個方向走了 另外一件事情 他是在2009年底 他成立了一個逐步廢除死刑 推動研究小組 在法國部底下 他們找了20多位的 包括官方的代表 包括民間的代表 那他那時候的決定是說 他不要討論死刑是否存廢 他要討論的是 如果要廢除的話 配套措施是什麼 他覺得如果 我們都覺得說如果有配套措施的話 你比較容易跟人民溝通說 那我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努力了那麼久之後 終於有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願意好好的 以國家的資源來討論 所謂的配套措施到底是什麼 那很可惜就是 他3月11號下台 可是小組花了很長的時間做籌備 然後3月23號第一次開會 那他已經下台了 可是這個小組目前還繼續的運作 那個法國部至少在這個小組 他並沒有說 OK這個小組就停止了 那也因為他說他要這樣子走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一直跟著他們問說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還可以做什麼 好你說現在不能立即廢除死刑 那在廢除死刑之前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至少可以把我們的司法的訴訟的這個制度 可不可以改得更好 更嚴謹 那你要怎麼樣讓這個冤難可以避免 然後你怎麼樣去淘汰 淘汰不好的法官 不好的檢察官 不好的律師 都都同樣的 那我們就是持續的要去追這個問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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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